帐房先生苏承建迎了过去 姑娘 学生 你们吃饭吗 不吃饭 那你们找人 也不找人 那你们进来什么事啊 老先生 我们要赶路上北京去投亲戚 我兄弟两天都没吃饭 都快饿死了 盘缠也没了 您行行好吧 您能不能让我兄弟要口吃的 求哪位有钱的人帮帮忙 凑点路费 苏承建越琢磨越不对劲 今儿我们这庆方楼是怎么了 不成 我得把事压压 别让这今儿俩 跟这闹事的穷老头子说话 姑娘啊 我这人心眼软 听不到几句软和话 你看 楼上有的是有钱的大爷 你们今儿俩 上楼上去要去吧 多谢老先生 大姑娘拉着学生 顺着楼梯上了楼 到了楼上 姑娘是飘飘下拜 各位老爷子 我们姐弟俩是驾驭官的人 父亲母亲不幸故去了 我只好带着兄弟上北京投靠亲友 盘缠花没了 我兄弟两天没吃饭了 有道是疼别人的鸡子 哪位老爷子能赏我们几个老钱 我们今儿俩吃顿饭 凑点路费好上北京 姑娘我给您下拜了 这吃饭喝茶的呀 是什么人都有 心眼好的还是多 这边这位伸手就要掏银子 旁边的这朋友说话了 兄弟 干什么 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看着怪可怜的 上这要饭来了 可你要知道啊 这么大的一个大姑娘 领着一个学生要小钱 这种人不好惹 你给少了 他兄弟张嘴就骂人 好吧 瞧不起我们 就给这么点钱 你要是给多了 一会儿窜出一个来 是他哥哥 冲你一瞪眼 怎么着 我妹妹是个十八九的大姑娘 你伸手就给银子 你没安好心眼 兄弟 给也不是 不给也不是 二哥 那我就不给了 对了 省下吧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旁边还有要给钱的 听这二位这么一聊 觉得有理 也就不掏银子了 姑娘一看 没人给钱 眼泪就下来了 中文要钱的大爷 您行事好吧 我兄弟饿得 一步都走不动了 杨湘武实在看不下去了 三哥 您看可怜不可怜 掏不掏银子 黄三太心眼也软 可是皇上可在这坐着呢 皇上不省钱 我能忘除掏钱吗 他冲着杨湘武一挪嘴 杨湘武明白了 当时就有主意了 我说姑娘 打算要点盘缠钱 你得找那有钱的人要 他说着呢 也冲皇上那边一挪嘴 看见没有啊姑娘 上边坐的那位老爷子心眼好 准能赏你钱 姑娘不知道老爷子就是皇上 他看了看 心说这位老爷子 怎么这么体面呀 气都不凡 姑娘还挺会说话 太原府是大帮之地 竟是心眼好的人 都会周记我们姐弟的 他拉着他兄弟 就走到了皇上面前 老爷子 请您大发慈悲之心 能给我们多少 就给多少 我们姐弟 感激您一辈子 康熙皇帝手里胡须 瞟了一眼杨湘武 心说杨湘武 吃不了虾布 布得我这儿来了 姑娘啊 你从哪来到哪去 这么大的姑娘 怎么出来要小钱啊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老爷子 我们姐弟二人 从驾驭关来 我的父亲母亲 被人害死了 我带着兄弟 上北京告状 当地有地方官 为什么偏上北京告状呢 当地的地方官 我们惹不起呀 我们只好千里迢迢 上北京见皇上 传玉状 嘿 皇上可愣了 心说怎么这么巧啊 我刚坐着喝茶 就碰上传玉状的了 姑娘 你家中哪里 姓什么叫什么 为什么告状 你不是打算传玉状吗 听出我的口音来了吗 我是北京人 可以把你们带到北京 给你们介绍几个 青年的官长 帮你们打官司 老爷子 那可太麻烦您了 杨湘武站起来了 姑娘 老爷子 说得到做得到 准能把你带到北京去 有什么冤屈 你就说吧 杨湘武心说 还上北京 你们这截儿俩 可真够走运的 姑娘点了点头 老爷子 我们虽然住在 驾驭关 可是 我们不是那儿的人 我们老家 在河北京东 烙亭县 嗯 康熙一听 烙亭县 这杨湘武 就是烙亭县的人 想当初 我曾经私访过 烙亭县 我去过呀 黄三太听见了 杨湘武也听见了 湘武啊 听见没有 这姑娘 也是烙亭县的 可是你的老乡啊 杨湘武多心了 要饭的 你往我这儿步 三哥 我告诉你 烙亭县地儿大了 八百丹巴村 我住城东 他住城西 不认识 湘武啊 你这不是找茬台杠吗 康熙皇帝 看了眼杨湘武 就问这姑娘 姑娘 你住在烙亭县城西啊 还是城东啊 老爷子 我家住城东 大阳个庄 湘武啊 听见没有 这姑娘还跟你 是一个庄的 住在大阳个庄 我们这儿大了 我住村东头 他住村西头 不认识 皇上也听见了 姑娘啊 你住在大阳个庄 哪头啊 老爷子 我住在村东头 姑娘 你住陆南吧 不是陆北吧 姑娘回过头来了 我正是住在大阳个庄 东头陆北 我姓杨 杨湘武新手 还是当家子呀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父亲怎么称呼 能不能告诉我呀 老爷子 我爹姓杨 叫杨湘文 我有个叔父排行在武 在标行做事 叫杨湘武 皇上一听 这可跑不了了 感情这姑娘 是杨湘武的亲侄呢 杨湘武浪 两只眼睛直勾勾的 看着姑娘 这是我的侄女荣儿 可是皇上在这儿呢 湘武也不敢说话呀 姑娘啊 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呀 老爷子 皇上传旨 让我的父亲到 驾驭关任职 为父统带 所以我们全家呢 就跟随父亲 搬到驾驭关 后来我父亲 生为统领 没想到被奸臣害死了 你父亲被谁害死了 老爷子 下一官的镇台官 叫马三丰 他高捷朝中的索三丁红 私自招兵 可口良详 我父亲知道了 是苦言相劝的 让他上奏朝廷 把索三丁红的罪恶 奏名皇上 索三传些话来 马三丰带着官兵 杀了我父亲母亲 还抄了我们的家 全家十三口 惨死在奸臣之手 康熙皇帝是双眉紧照 半天没说出话了呀 姑娘 你叫什么 我姓杨 叫杨玉蓉 我兄弟叫杨玉蓉 那 你们姐弟 是如何逃出虎口的呀 那天呢 我带着弟弟 去烧香还院去了 等我们回家呀 才知道全家人死在奸臣之手 邻居告诉我们情形 又给了我们银子 我们姐弟俩人 才赶紧逃出了驾驭关 到北京见皇上上告 要给爹娘报仇啊 杨香武不雅如万把 钢刀扎鱼肺腑 眼泪都下来了 香武啊 乐大发了吧 三哥 我必杀马天锋 为我的凶嫂报仇 该招大仇得报啊 皇上听见了 能不管吗 香武啊 你呀 就放心吧 谢谢大家